不过鉴止韩国瑜这个动作是不会少的 尤其韩国瑜最近都是在连续的宴请 国民党的立委参训 所以当然民党还是会酸 像比如吴思耀就说 只是当国民党的院长 所以韩国瑜是不是要选国民党主席 还是会这种酸法 尤其最近因为关于花东三法的争议 所以大家就想要挑拨韩国瑜和傅昆琦的关系 这个部分傅昆琦就说不会被见缝插针 他说是几十年的好兄弟了 主要是在6月6号这一天 在中午的时候立法院附近的餐厅 韩国瑜就请立法院的司法未还委员会的国民党立委们吃饭 韩国瑜现身时看到媒体记者 反正韩国瑜现在就完全不读访 更别说上专访好不好 你最近看到的韩国瑜永远就是讲这些 谢谢大家辛苦了 他没有对我什么正面的回应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现身的时候 也是笑笑的没多说什么 那傅昆琦就说他跟韩国瑜是老兄弟 不会因为绿媒见缝插针而影响感情 他会和韩国瑜并肩作战 那么我还是要提出 为什么这个粉砖政客爽 这个刚刚这个林涛有特别提到了 因为这是老科自己讲的 说6月6号是诺曼帝登陆 民进党团要逐起长城反攻 然后这个这个网就PO给你看 在洛曼帝逐长城的是纳粹德国 大西洋壁垒又称大西洋长城 防止盟军登陆欧洲大陆 所以说是不是刚刚林涛讲的 老科现在为了要打韩国瑜 已经到了游轮次的地步了 现在居然民进党整个要当纳粹起来了 的确啊这个莫名其妙 这不是莫名其妙 要决定大反攻什么东西呢 现在执政的是赖清德 所以赖清德是纳粹 所以赖清德是希特勒 那乌泰制简直 他这个完全已经是毫无逻辑 然后前后自相矛盾 那就是川朝附会 因为6月6号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当时二次世界大战 诺曼蒂反攻的这样子的一个日子 不过呢你可以从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其实赖清德下令给柯建民的 基本上就是要战 就是我说的 他其实就会是一个烽火内阁 会是一个烽火国会 所以他给柯建民给卓龙泰的都是要战 都是要战 他如果不战的话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为什么第一天打架 打最凶的是钟嘉宾 是郭国文 这些都是新潮流的嫡系 那你有看过钟嘉宾不是第一次当立委 他之前有这么凶吗 他之前有这么乱冲 之前给大家形象文职彬彬 他不是的 这个一定是赖清德下令 所以基本上为什么 国会又采取这种全面烽火作战 这背后一定是赖清德下令 否则的话是叫不动的 你不要以为立法委随时 立法委很大牌的 随时跟你在那边打架吗 跟你这个乱冲吗 他如果不认同 他如果觉得不需要 他不为什么要打呢 对啊 所以说 而且这个国会改革 是让国会的权力更加完备 是对每个立法委员来讲 都是好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 站在立法委员的立场来讲的话 应该都是会支持国会改革的 这个东西就是有政治高层下令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他不是只针对国会改革的案子 他就是要让你所有民进党的党团武装起来 告诉你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每天就是在一个备战打仗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刚刚说的 因为赖清德他不接受他作为一个双少数的总统 首先他就必须在国会里面已经注定少数失败的这个局面 他不认输嘛 他输不起嘛 所以我跟你打架 我绕人来 我搞报名政治 为什么 因为我如果好好的跟你讲理讲不过 他没理啊 表决表不过他也没有力量 所以呢 所以就是给你兵斗啊 他只有这一招 叫做兵斗 那兵斗了以后 那就看后面是不是有办法透过罢免的 让他重新占到国会的多数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未来朝野的关系一定会恶劣到极点 那卓隆泰本来大家还以为他是 他本来可能也自己觉得说 我今天当行政院长我是要来温和理性沟通的嘛 对不对 结果没有想到 什么身段柔软啊这些 对啊 结果不是啊 其实他错了 大家都误会了 赖清德看重的字只有两个字叫做听话 就这样 所以他才会叫卓隆泰打电话给韩国瑜嘛 有没有阻挡国会改革三法的通过 我说实在的 这卓隆泰来讲是非常非常没面子的事情啦 因为你就是国会就是多数嘛 人家就是要通过了嘛 你一个行政院长没有任何的民意基础 照理讲你应该要尊重国会多数才对 你要来国会的前夕 你居然硬着你知道吗 就硬着头皮带着钢盔 然后厚着脸皮打电话给立法院院长 那人家国会的多数要通过的东西 你说是不是可以不要通过 我觉得其实这个卓隆泰已经是颜面扫地 这个行政院长就别干了 那反正何德何能煮焚冒烟呢 可以当行政院长 他当然是要硬干啦 对不对 就像他现在要把国会改革法案说要复议 你复议都不需要 都不用钱的 都不需要付任何政治成本 你复议明明就不会通过啊 如果不会通过你行政院长应该要辞职下台了 你怎么还有脸继续赖着做 人家就是有这个脸 对不对 没有脸 人就是最怕不要脸跟不要命的 不就是这样子吗 他哪里有管理三七二十一 他哪里有在尊重民主政治应该要尊重的基本的常态 他哪里有要尊重最新的民意 他哪里有要尊重国会的多数 他通通没有 他就是耍赖 就这样子 就两个字 就跟你耍赖 胡言乱语 无所谓 因为事实上过去这一二十年已经证明了 我只要有绿媒 我胡言乱语 大家都给我鼓掌啊 对不对 我讲错了 我明明就是胡说八道 我都承认我说谎了 像王毅川这样 他不是继续吗 对不对 他都可以讲说大陆高铁没 高铁没靠背了 他都还能够红 那所以对于所有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就知道了嘛 是非对错 从来不重要 对他们的支持者来讲也不重要 他们的支持者就是喜欢看到他们不遵守 民主游戏规则 就喜欢看他们选输的时候硬拗 就喜欢看他们欢迎查理 所以他们没有把在野党当作是自己的同胞 他把你当敌人嘛 对敌人哪有要讲什么游戏规则的 偷打他又怎么样 作弊又怎么样 赢才是硬道理 这就是今天民进党执政不择手段 不讲是非 没有道德底线 所以陈水扁A钱都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 贪污没有关系 自己人贪污 贪越多越好 对不对 我们这个什么光电板 让自己兄弟赚钱 赚越多越好 公开赚给你看 我刚不就讲了吗 我就在昭告天下 你们都知道民进党吃相难看 那你要不要吃啊 要吃你就过来 我可以吃相难看 你不吃是不是 你很清高是不是好啊 你等着我修理你嘛 或者是你就把你的裤带勒紧 我就让你清高吧 这就是民进党 所以不需要对民进党有任何的期待 不需要对民进党有任何的幻想 今天你作为在野党讲理 是讲给还在乎理的人听的 在台湾还在乎理的人听的 然后告诉大家我们今天 做的事情是合乎道理的 是对台湾好的 但你不要幻想民进党会听了 你讲的好有道理我就来支持 不会的 他只在乎他自己的立场 他自己的厉害 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展现实力嘛 政治就是这样子啊 不然的话 你面对民进党这种死缠烂打 然后无理说到 然后颇份 我们刚刚不就讨论了吗 他为什么颇份 他一颇份 哎呀分不清谁对谁错 就是臭毛毛一片臭 那中间选民就觉得 哎呀我已经生活很忙了 我哪有时间还去关心这个 到底是谁对谁错 通通都很臭 对他把谁弄混 对政治就是臭的 国会就是臭的 不然他已经输嘛 对 既然我输就是我刚刚说的 兵的逻辑嘛 那我就颇份 我就兵的 让你看不清楚 让你看不懂是非对错 怎么可能通通都是国民党对民进党错呢 对不对 那你一定会一般的人搞不清楚 一定会各达50大板 哎那他本来是 没道理是零的 他现在也赚到50分了 不是多赚的吗 我这样的举例 大家就清楚 所以对于民进党 他其实他就是这样去硬杠 硬干 那我觉得对在野党来讲 就是要团结 对于在野党来讲 就是该硬的要硬起来 对于在野党来讲 就是要更积极 更努力的去说服 更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 是非对错在哪里 譬如说他现在 明明是没有理的一方 对 他还说他现在他下乡了 有没有 他还要到处去 还有布置那个四大公投的模式 他还要到处去宣讲了 这个就是我最扼完的 我在我们这个节目也讲过好多次了 那照理讲应该是国民党要到处去宣讲才对啊 照理讲是国民党才的群众要来包围立法院才对啊 结果你看是民进党在干 所以我才会说今天 国民党就必须要认清这个形势 你要不断的宣传 甚至于你要事实的动员跟组织 你必须从现在开始理解到 未来每一天都要作战 谁怕谁 我就是赞同刚刚兵戈的态度啊 要来是不是哦你以为你要罢免 蓝委我们就怕 你可以罢免蓝委可以罢免绿委啊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国会多数了 但是你好不容易选上当 你不要以为你绿委就没有那个脆弱多数啊 对不对 那我就干一个算一个啊 干两个算一双啊 我看你绿委怕不怕你还嚣不嚣张 你还敢不敢在国会里头像 加入柯建民跟吴思瑶的行列 一定有人会怕的啦 我告诉你 所以大家就来试试看嘛 硬碰硬谁怕谁就这样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甜点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今天下一次 告知 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要 da 在买到 相机合约的输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